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請問外帶兩位嗎? 是的,謝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今天我們又要進行一個籃球大挑戰 那有鑑於上一次我們進行夢幻選秀 82勝0敗的挑戰的話 這個點擊率還算不錯 所以我們這邊又來重新挑戰這個夢幻選秀 那我個人認為上次我做決勝Tayton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遠遠沒超過82勝0敗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這次我想要試著去要到這張威恩神 因為這個球員本身很重要 他在短短的時間之間還可以成長成99評分 這個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我這邊今天的預想是 這張威恩神加吹樣 但我的理解上是不可能兩個同時都來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要做一些交易案 才有機會可以要到這樣的一個組合 好,那這樣我們今天開始這個夢幻選秀的事情的話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你們可以按下這個訂閱按鈕 然後並且開啟喜歡燈 然後隨時觀眾們的最新動態 那這邊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會不定時的發送我的這個最新動態喔 好,那我們要選擇球隊的話 我們來想一個可以趁最近熱度的一個球隊的話 老鷹隊 算了 我選公路隊好了 來,我們來看看公路隊的這個 選右順位的話在第13順位 哎呀,這個順位有點尷尬 好吧,那既然這邊是選第13順位 那就第13順位了吧 那就試試看看 好啦,這樣威恩神可能就沒辦法來了 不過沒關係啊,我們就試試看看吧 好,一開始 我們在... 幹 不是,這個真的很扯 我在上面一個身位我就可以選到張威恩神 幹 好,我們這邊先選個Trayon 這個沒有大問題啊 Trayon真的是很強的一個球員 啊,這邊沒有張威恩神 哇 好,我們第二個球員的話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這邊可以選CJ馬克蘭 這個沒什麼大問題啊 因為畢竟他的心智是可以去匹配一些其他球員的 好,接下來第三順位的話 相對起來就比較沒有太多可以選的球員了 我們這邊選一個Jermie Grant 因為他今年的話是入選這個最佳金牧獎啊 所以他其實在這個潛力的成長上面的話是還不錯的一個球員 好,接下來第四順位之後我們就可以往一些年輕球員去選啦 就是越年輕越好啊 說到年輕中風位我們這邊... Jermie Haze 因為我覺得Jermie Haze這個球員本身他的那個...評價還是不錯的啊 而且六指十一的身材的話 再加上那個臂盞其實還算不錯 這邊先選他 好,我們現在主要缺三號位嘛 三號位這邊我們看一下 三號位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凱莉烏布勒可以選啊 有烏布勒啊 選烏布勒這個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啊 畢竟他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教育籌碼嘛對不對 先選他啦 大問題 好,接下來其他球員就全部往這個... 年輕層地那邊選吧 這樣我們先把一隻排開的話就是... Trey Young Sizema Cullen Jermie Grant Hallie Oubre 還有這個Jermie Haze 不算差不算差 認真不算差 然後替補第二人的話 我們上次做過Pokosporsky 我們這邊就不做他了 我覺得他六尺九吋應該是還不錯 然後下一個如果還能選的話 要想選那個Azai Habiton 應該選些有料的人進來啊有沒有 我想看一下有沒有Bobo可以選 記得他大概72評分左右 喔有Bobo可以選 那先選Bobo我們再選Azai Habiton 哎呀我跟你講這個陣容我有想過啊 絕妙的東西 Azai Habiton在上個書咧 我真的是C南ae Habiton 然後Kallah birse也是不 ш 阿在Hand swan 我原本想說他的能力值其實映像很強啊 所以我這邊想選他 這個這邊只剩下 gdy another b 也不錯也不錯 Kallah birse我也試過他那一個的那個 成長潛力也是很屌 好 Chapter 好接下來就可以選 一些老將了啦 老將部份的話我們可以選一些 不要太大不要太大 大到那種程度就不行了 我們可以要個加油 他一方面是 不錯的一個教育策嘛 另外一方面的話他有很多徽章可以 幫我們成長起來 然後我下一個再選個Andrew Nummeri 我們這個陣容配置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還有哪些年輕球員有機會可以被我選到的嗎 埃斯克崩嘎 哎呀 你已經是我們魔衣協主角了 我們就不選你啦 沙麥克 喔就是那個可以投三分球 下一個Kevin Gallant對不對 好啦選一下選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最後選個P.J.Tucker 他也是一個可以幫我們成長的球員 哎呦 Tucker4你好你好 你既然有的話就來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艦隊是有想法的 我們是以年輕潛力去做這個選擇的 然後我們這邊板凳深度給大家射九個人 欸沒有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感覺射十人輪替好一點 然後我可以跟你們講 就Gradara這邊一定要把他拉到上號位 他拉上號位之後可以上漲四點評分 但是甚至搞不好連那個 完啦他真的啊 他連凱利霧露就打得過啊 就以Gradara這個球員本身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這邊還是會把他射替補第六人 他這邊自動會幫我選擇就是 他最適合選的一些球員是不是 喔讚喔 但是我想要讓Bobo跟我們P.J.Tucker學 底角三分神射手有沒有 然後這邊還有 嗯 掩護高手穩穩的你知道嗎 我們是不是缺 年長的控局後衛啊 好像都只有得分的對不對 我們讓崔漾跟Angelo跟大家來學啊 讓他練一些跟防守有關的會張好不好 因為他畢竟 相對起來的話防守比較爛一點 有料崔漾這邊可以成長成這個防守大將了嗎 工作人員這邊我就不多說啦 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啊 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我們這種 應該兩三年之內的話 五十勝沒問題啊 好我們這邊老樣子 先全部拿去練速度 可以啊 速度練起來之後的話我們其他再來聊 戰術跟基本功這邊就隨意吧 但是我 我只是希望我們球隊的這個 速度可以練上去啊 好我們本賽季的話 先看一下戰績啊 我們應該是不會到太好 畢竟那個真的很尷尬啊 差一個孫我們就可以要到贊物認神了 這個真的不套好的 你知道嗎 東區排名第十五名 我幹 我選的有那麼差嗎 反正我也知道我們今天本來就不是要在短期之內拿冠軍嘛對不對 來給你兩年 皮特塔克 然後燒麥克 你還有臉跟我要那麼多錢喔 五百七十萬兩年啦 原來我們吹樣倒地啦 哭啊 難怪我們陣容會插成這個樣子啊 然後Jimmy Grant你又不舒服了 好我現在開發出另外一個新的忍數 忍數尬療數 我個人認為這個bug之後我們要再2K22要改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雖然那個利益是好的 買GM模式跟那個一般的買LEAG模式不一樣嘛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球員本身他又容易很激動啊 但是這種事情就不應該發生你知道嗎 還要瘋狂用忍數尬療數才能稍微安撫他一下 這真的很難受啊 好我用了一段時間忍數尬療數 他終於恢復到心情比較好一點點啦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需要做到的交易案的話 Kibandux還可以上升兩點 那不錯那不錯 我們看一下這些REDIC可以換到什麼 Robot Covington 那可以啊 我們又有一個人可以教我們的這個封閻球員啦 這樣也很好啊 我覺得我們球隊的防守更重要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子換啦 可以 現在球隊裡面很多封閻球員啦 來來來 跟我們的這個 Robot Covington 大哥哥做學習好不好 然後Bobo這邊繼續跟P.A.Hugger做學習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啦 我覺得今年我們的陣容應該是可以獲得全面性的上升啦 反正也不會再更爛了 呵呵呵呵呵 沒有啦 這一切都源於我們當時沒有選到詹無論神啦 我們現在至少上升一點點啦 需要做什麼交易案嗎 凱琳Ruber我們明天可以續約回來之後再交易掉他 然後CJ馬克勒到時候一起交易掉 好今年應該沒什麼事情 我們就直接來到這個寂寞吧 好現在的話來到青瓦那今年的話 這個最後一家的球員是我們的James Harden 哇Lamelo Ball這邊你又被黃骨隊選到啊 Yes and the combo最佳方的球員 喔火箭總管這邊最佳教練 可以可以可以 好今年沒有我們的事情啦 最主要是我覺得今年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啦 喔 I said this 今年是最後的MVMP 瓦賽亞迪克耶 我們居然選秀權被交易 我完全不知道是這件事情 幹 超你的咧 欸我白坦了 幹我跟智障一樣耶 幹 我原本還預想說我今年加裝一天出去換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CJ馬克人加Robot commenter一起交易出去 換個PO就去 啊好啊 我們其實心智問題上面沒有太多問題啊 SWMAKER這邊本來我也沒想說要交易掉他 但SWMAKER把他拉到4號位 喔7.9評分 有料 喔他直接選擇不跟我換那個喔 SWMAKER 我們公路隊一點毛都沒有耶 好啦我們先直接把PO就去換來啊 然後我們這邊把他換到3號位我們就有90評分啦 然後我們PO就去加SWMAKER一起出去 我們看一下有辦法換到什麼東西嘛 嗯他能換的東西還好沒有讓我完全 喪失理智那一種 但PO就這邊遲早得走啊 因為他的那個薪資佔比太大 好這邊暫且先不換啦 但我覺得我們下個賽季要換點東西啊 我們本賽季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Carrie Oubrey要過來啊 我們給他報價1400萬 應該差不多啦 然後Carrie Oubrey也可以要過來啊 反正他薪資還算便宜啊 365萬 然後Danny Green來當作這個導師好了 啊會超過薪資 那我這邊看起來得要Toggo4了 Toggo4你在哪裡 薪資上350萬你要得來嗎 喔可以 要得來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最後一年反正他也不會上場 我們就只是把他要來當作我們的導師啊 OK 穩搭搭 本賽季看一下我們成長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K&HES上升8點評分 哎呀我果然選他選對啦 然後上面可是因為拉到4號位 所以上到78評分啊 哇 Kevin Knox這邊也是上升了5點啊 然後剩下都是一些老將啊 但老將就是有他的價值 反正這邊就是想要讓他可以多增加一些這個徽章而已啊 這倒還好 Polge與這邊交易來這邊似乎沒有說太好 但沒關係 我們Trey Oubrey這邊的三分球 到頂了沒有啊 還沒到頂 就繼續讓他上三分球 其他人的話我讓K&HES的這個潛力值增加 沒問題下個賽季 目前為止很好啊 這都在我的這個預期範圍之內啊 我讓Trey Oubrey打到這個2號位好了 然後Trey Oubrey現在心情有點不露 有點不舒服 那這邊一樣啊鬼字尬聊 現在看著他心情舒服一點啊 我們這邊讓Trey Oubrey跟Danny Green繼續學啊 然後讓他這個防守繼續練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另外一位的話 就是跟這個我們的K&HES學三分球 怎麼學都可以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人很舒服 藉由突然手 然後低調三分球 跟超遠三分球也可以啊 我們就可以組成最強的後場雙槍啊 Poju這邊就繼續讓他 他應該也是可以鍛鍊一些我們正宗的年輕人啊 FDR這邊應該可以學一點東西啊 神勇終結者 熱度最終手 藉由突然手 他有綠色機器 那讓他學綠色機器好了 OK的好不好 好機種的話我應該會把Poju交出去 當然在那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們的成長潛力到如何吧 好現在的話2月28號 今年好一點啊 至少我們在這個整個戰績上的話 是已經有慢慢上去了 謝謝Tark這邊 你是不是想要這個底薪三年續月啊有沒有 反正我應該也不用擔心你的那個薪水吧 舒服舒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 欸93評分 欸舒服 嘿呀這個跟我預期的差不多啊 大家都有所成長 嗯 JubiGwent你怎麼下去了 怎麼讓SawMaker上來了 你怎麼了 Kavinox上升4點評分 看 有東西的耶 有料的耶 好我覺得Ubre這邊 應該是要離開了沒有錯啊 Ubre你雖然到80評分 但是所謂80評分才有教育價值嘛對不對 這個合理啦 然後他是 新舊合約吧對吧 這邊看來換Dedra Aten是最沒問題的 雖然我覺得加Wiggins這個還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不想給Bobo欸 我不想給TarkoPo 哎呀要3月13號 我們這邊再模擬一下下 我們現在 直接從第9名直接一個噴上去噴到第2名耶 我一說要交易你們就一個個那個 神經氣喘了是不是 這樣多好這樣多舒服是不是 好啦我們這邊就這樣做了 Dedra Aten這個真的太香了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應該就可以讓這個 JubiGwent拉到這個 3號位 4號位就可以給JubiHex 我們打一個 5大娘好不好 這樣一定是舒服的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把Wiggins給交易掉 哦我們可以從 從製作商裡面要到Carrusso 而且是底薪耶 我欠你個2年好不好 好啦既然我們現在有15個人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把Bobo 還有我們的這個 Abdia 以及拉到這個發展聯盟 讓他們在 底下休息一下 這邊應該就上到9人輪替也沒什麼關係了 專門培育我們的精英級別啊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繼續來到寂寞吧 好那現在的話來到寂寞 那今年的話我們是拿下這個 冬區的第5名 然後並且Yokej 拿下這個最有家的球員 Peter 這邊是拿最佳星秀 PaulAnthony 最佳第2人 今天要是Icec 我現在的防腦球員 Carrus Haze 最佳金服獎 爽啊 我跟你講我們東區本賽季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啦 我們從去年好像只有第15名 到今年已經來到這個 分區的第5名啦 這個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提升啊 那我們看一下這兩個去發展聯盟的人呢 他們提升到什麼程度 FD啊77平分 然後Bobo也是77平分 沒什麼大問題啊 他們都有提升的話 我們這邊就繼續尬聊 讓他們知道我們這個用心良果好不好 忍術尬聊術 經過我這個非常久的鬼滋尬聊術啊 他們總算是心情恢復啦 那我這邊就讓Trayon回到了控球後衛 那這邊Aton已經上升到快要90平分啦 下個賽季他一定是可以回來的 所以我們 最主要是在明年需要做的事情的話 就把Angel Regan交易掉 然後騰出薪資空間 然後Jermie Grendon應該也會一起被交易掉 這個是我的想法 好我們來看一下本賽季的話 我們可以拿到什麼樣的戰機 1輪1比0 2比0 2比1 3比1 3比2 3比3 哭啊 欸 上去 接下來的話 喔 下課上欸 波斯斯斯亞提克去年冠軍被打掉了 藍網隊這邊什麼鬼 喔 這個陣容 好像還不錯呢 就HIRUS一樣是在藍網隊 還不錯還不錯 哇 控球大隊的來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1比0 2比0 3比0 3比1 3比2 靠腰勒 連三勝連三敗是怎麼回事 而且連續兩次欸 撞鬼了吧 喔 這邊又上去還行 Yuketch Memblee 這陣容似有點東西欸 還蠻強的欸 完了 好啦 我們應該1比0 1比1 2比1 3比1 沒有 我們贏得這麼舒服欸 好 馬仕隊 馬仕隊我記得是狀元吧 我記得那個時候他們是狀元選項吧 所以應該會有LeBron James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 他們這邊選Dontage啊 哎呀 這個陣容就還好啦 那本賽其實天使地獄人和啊 今年冠軍輕輕鬆鬆好不好 1比0 2比0 3比0 太爽了 太爽了 3比1 4比1 欸 今年總冠軍是不是舒舒服服的 欸 我們第一年墊底球隊第二年直接拿總冠軍 這就是我要的啊 Trayon 打下93平分 那今年的話我們是拿第30順位啊 有點低啊 我們這邊就選其中一個最強的 然後我們這邊把他加一起做教育籌碼 那我們四後來這邊全面增強啊 你們加幾個球圈給我嘛 讓我們做好一些事情可以做吧 桑麥克加F Crusoe 就換Montemores 這個本身沒什麼關係啦 但就 反正還好啦 我們這個 中鋒位蠻多的 應該還行 坐這比加起來 坐 他今年好像不會跟我們簽約哦 那還好沒有太多關係啊 這些球圈的話 應該是會有人要跟他們簽約 所以我們這邊 盡可能的提前簽他們會比較好一點 他應該會說拒絕啊 哦 他直接說有機會呢 BOBO這邊喔 感覺要給他射一千 一天七百萬才有機會 那我們就低到 不可能的程度吧 一千五百萬 五九三二 五千萬 考慮一下是不是 還行 那這邊NOX 還有ATAM 我們這邊再繼續做 詢問 好 這幾個球圈全簽回來了 那目前為什麼多騰出三千多萬 因為那個 Android Ruggins那個交易案 所以我們三千萬的話 可以去選一些好東西啦 對不對 Geldius Ascender 這邊是有機會可以簽得下來了 他直接要頂心喔 該死 如果我們這兩個球隊要到 Geldius Ascender多舒服 可惜沒要到啊 哎呀 但看起來不可能啦 我們最高開到這麼多而已 我們不能付薪資啊 付個交易條款給你 好吧 太高太高 好 我們這邊補一個 Michael Paul Jr 補進來我們就無敵 好不好 完全是有機會簽得下來的 完全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前通家會 一定要要他 欸 居然沒有 哦 baby 爽啊 赤啊 那最後我們再補個 什麼Duncan Robinson之類 我們就可以穩穩的 拿總冠軍啊 哎呀 馬斯隊 該死 他剛剛多浪位 有那麼多時間 哇塗拿北來 那差不多啦 其他就底薪啦 本賽季看一下球員發展 崔陽這邊再上升了一點 Aton上升了兩點 Michael Paul Jr.上升了一點 Michael Paul Jr.加 John Collins 然後加其他人有沒有接受換到 這樣問生 我只想試試看好不好 好 今年崔陽已經是我們 絕對的核心啦 我看一下你三分球多少錢 我看一下你現在三分球多少 92 那這邊繼續升啊 沒什麼大問題 另外一位的話 Celland Hayes 一樣也繼續升 好 本賽季我們就當作 最後一個賽季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本賽季應該已經強到一個極限了 這個就是 營運操作的一個想法好不好 第一年再怎麼爛 沒關係 我只是唯一有做錯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第一年 我完全不知道我們陣中已經沒有這個選用權了 其實事實上是我已經忘記那個 公路隊這邊是沒有選用權這件事情啦 這是我的錯 那我們現在這個陣容看起來 應該 東區拿個前幾名 前二名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好 現在來到 哇 全聯盟第二名啦 沒什麼大問題啊 那今年要做續約的部分的話 好 這些人暫且都不用做續約 因為他們是在西舊弘利續完之後 下個賽季才會變成更高的錢 所以我們本賽季的話 先來看一下詹文神是在哪個球隊 看到之後的話 就立刻鬼之交易把他要過來 但他已經成長三個賽季了 我覺得他可能沒那麼好 沒那麼好來喔 他在DT活賽隊 我能提出你想得到所有要求 我只期待你來 你過來一下 我先看怎麼直接存換 是不是美之姿 你想一下 吹樣 Marco Paul Jr. 詹文神 站個加起來 來 以來 請問外帶兩位嗎 是的 謝謝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本賽季我們的陣容已經獲得了 智的提升啊 我們讓Heist回去打到我們的5號位吧 這樣應該差不多啦 我們的陣容已經獲得了全面性的增強 然後Montemors跟Klai Heist 都已經打到回2號位 補充2號位的缺陷啊 那Search Varga這邊就不用管他啦 這邊就打個極致巴倫T啊 我們這個陣容跟鬼一樣好不好 好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也不用球這個八十二勝0敗啊 我們就看一下 這樣一個陣容我們有辦法 到結束都0敗 我們來試試看 瘋狂連勝 我們沒想到說紐約尼克隊 你知道嗎 這真的很慘耶 我想說照來說 我們這個球隊已經無人能敵啦 前流氓第一名啊 沒問題啊 我們這樣才戰績第二名 怎麼可能 我們什麼時候會變第一名呢 我們就 哇 啊 這樣完成最後一家的球員 沒問題 但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居然 還不是全聯盟第一名 這怎麼回事 哦 靠他蛤馬雷霆隊才是最後的贏家 晚啦 九二人必贏家 Gilchus Alexander 哇 看 哦 難怪 難怪 這個打不過 這個打不過 那第二名 DX6不在對什麼球隊 DAndre Ayton Colin Sexton John Collins 哇一個傳說三中鋒耶 我不是說他們三個是全聯盟最強的中鋒 我只是說他們至少也是前段班的 哦 氣氛大師Michael Paul Jr 好啦 我們再聊一天嘛 我們繼續聊 忍術尬聊術 好 現在我已經讓這個Michael Paul Jr 擺脫這個氣氛大師的名號啦 我已經讓他聊天聊到他正常了 那我們Trayon加詹文森 這樣的一個組合 冠軍絕對是勢在必行的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看一下這個組合 能不能拿他總冠軍吧 1-0 2-0 2-1 3-1 3-2 3-3 欸 贏上去 OK MEO就共同隊要來對決巫師隊啦 又是這個組合 但這個組合上一個賽季超好打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賽季怎麼樣 1-0 1-1 2-1 3-1 你們也就贏我們那一次而已啦 酷啊 欸 上去 哇 抵隊有活塞隊 活塞隊就是有那個傳奇三中鋒的球隊啊 那我們看一下 1-0 2-0 3-0 3-1 上去 奧哈瑪林隊 終歸還是得遇到你啊 中西區最強球隊到底是誰會贏 我們來看一下 1-0 1-1 2-1 3-1 哎呀 爽啊 我的選秀跟交易眼光絕對是有獨到的地方啊 我們來看一下 上比賽先過先過 對面可以拿146分 可以 如果我有機會可以贏過去的話 我就直接進去裡面 然後 帶著他們拿下總冠軍嘛 不 你怎麼又贏了 我怎麼不能摸你到輸吧 沒那麼噁心的吧 對不對 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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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爽啊 吃啊 恭喜 恭喜發財 來 好 我們進來稍微玩一下就好啦 我覺得崔陽在我這幾年的培育下 他的那個 防守能力還是沒有上去啊 掌拆 來 前路上籃 哇 出路好快 好 籃下 重距離 這球是airbow 拉回來拔起3分 球沒進 哎呀 被抓下來怎麼辦 我頂不住他啦 怎麼頂啦 屁啦 給我就是aircender就直接高我兩個頭 怎麼頂 籃下直接過來 砰 我追得過嗎 我覺得 給我就是aircender又要打我囉 不要打我 他又快身材又好啊 真的是打不過 好 給你控球給你控球 籃下直接過來 砰 爽啊 哇 被人家稱作富翁版的 捐風グリーン真的是 不在話下啊 真的很強啊 好啦 好啦 總冠軍 二連吧 哎呦 中場 LOGO SHUT 爽啊 再一次總冠軍 我跟你講 我這個組合絕對是完美的啊 第一年你們看我 爛到爆炸對不對 其實我連第三年 第四年的那個棋我都不好啦 今年就是要下這樣的一個棋 這個陣容就是完整的 好啦 那之後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 加入一些這個 歐坦歐斯達的一個全明星 進來我們的這個夢幻學究裡面 然後我想試著 一樣去拿下連兩年的總冠軍之類的 這樣子 或許我們的影片精彩度 會有更多的提升啊 這是我所期待的事情 好 我們來跟大家最後的 FWP是哪個球星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就先到這個地方 我們最後的FWP 畫是我們的 Trayon 這個預示著什麼呢 今年老鷹 一定拿總冠軍好不好 下面就開始刷一排毒奶了 好 最後的話 我們Trayon是拿下 三十八分三籃板 十一助攻二超級的一個表現 然後再按問者是 得下三十七分十五籃板 二助攻一超級一助攻的一個表現 好啦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人在下方的訂閱 不要喜歡追蹤 各位朋友們的追蹤動動態 那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不經常發動我的追蹤動態 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